最近的链牌当中,三次出现了外星人制造的飞铁只有电池那么大 另外,以前链牌当中制造太阳是外星人手造 然后,今天我链牌出现一下,那个电池到底是不是外星人手造的 哎呀,我看到雾银,像雾银一样的,雾银上面站着人 好像一个铁一个,一个铁一个,一个铁一个,有人上面站着一个人 人站着一个,雾银上面好像是那个人 然后人的那个,在上面又是一片雾银的,又站了一层的 然后又站了一层的,然后又站了一层的,又站了一层的 这个是一直截起来的,就是一直截起来的 然后就让一个棒棒棒棒棒棒的指购界直到太阳那边 直到太阳那边的 也就是说,从太阳那边过来,不断地出现一个人站在那边银上面 人站在那个银上面,人站在银上面,人站在银上面,人站在一层,人上面 就一个一个层次感觉,感觉一个一个层次 现在,同时就出现一个一个轨道呀,同时出现一个一个鬼道呀,同时出现一个一个一个鬼道呀 同时出现一个轨道 说这就叫宇宙 这个就叫宇宙 而且宇宙是在不断的发展当中 宇宙在不断的发展当中 在不断的优化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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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谁在优化这个事情呢 是外星人在优化这个事情 是外星人在优化这个事情 而地球人呢 在驻向其成的同时 在激烈的破坏这个宇宙 地球人呢 在驻向其成的时候 还是激烈的破坏宇宙 激烈的破坏宇宙 所以啊 现在为了减少 以最大可能的减少 地球人的宇宙的破坏 现在外星人呢 想一个办法 想一个很好的办法 他们用电子啊 用电子啊 用那个电子啊 把这个地球包围起来 把那个地球包围起来 把地球包围起来 那个电子在哪儿地方呢 电子在大气层的外面 就包围一层 包围一层啊 这个包围一层的就相当一个电瓦 在大气层的外面包围一层电子 相当一个电瓦 我们现在电瓦是金属丝的嘛 它的电瓦就是一类类的小电子组成的 一类类的小电子组成的 外面地球人呢 飞出的那个地球啊 想倾向其他地球的时候就碰到了这个电瓦 就相当一个外面图了一层那个电子啊 经营翻过了一个电子啊 就是做成一个电网 这是一个感应系统 感应系统 一旦外面地球人呢 想飞出地球人的时候 穿过大气层的已经 冲了这个电子层的时候 警报就响了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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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警报就响了一个 整个宇宙的接收器啊 都接收到了 他们要么准备自备 要么密集观察 看看地球人到底在干什么 看看地球人到底在干什么 所以啊 那电子是干这么用的 电子啊 这种的世界是为了这么用的 也就是说 电子啊 是麦形的塑造 电子是麦形的塑造 造了一个 是密集建设这个地球 就是在外面搞了一个防护房 防止地球人入侵 外太空里边的其他星球 所以啊 当然出来了 电子是麦形人所造 好 好 嗯 我讲一下子啊 讲一下子 最近的啊 我怎么发现那个 那麦形人现在造了那个很小的飞碟啊 小到只有那个垫子怎么大呢 我呢 最近洛杉矶的星期挺挺浪和的 但是呢 我总感觉那个 别子也凉凉的 所以呢 呃 在自射到我的瓶子里边 就感觉懒了 这个时候 得到那个结论 电子 啊 非电只有电子那么大 后来呢 最近我一个合作伙伴呢 他到人家家里去 坐在人家那边 安排了坐在人家那边 一进去 两个小时之内 手上拿着一个杯子的时候 就破掉了 后来呢 隔了一个星期 又到那边 人家去的时候呢 两个小时之内 手上又破了一个杯子 哎 莫名其妙 破了两个杯子以后 我就怀疑啊 这里面有一个问题 但是你出来哪里不知道 所以呢 就你还看看 这里到底是 怎么回事的时候 就发现 他的杯子里面啊 电子呢 在他里面 不当硬 不当硬 转了 转转转转转 转了以后 理性的把那个杯子破掉了 破掉以后呢 就提醒他 你现在到那个地方去干的话 不是你的使命 所以 希望他不要再干那个 不是他使命的事了 然后 昨天那天又去了以后 告诉我 哦 当时林牌的时候 我告诉他 林牌那天告诉他 他会破掉第三个杯子 昨天又到了那家人家 大概两个小时的 一个盆子破掉了 就如果林牌那种锁子的 三个 破掉了 好 告诉大家 电子失败性手造 刚才证明了 好 好 好